我去藍的場子裡面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講真的 首先第一個 要確定人家主人是接受我們嘛 說不要自己去碰一鼻子揮嘛 第二個你進去的時候 就算是別人組場 你要有氣勢你要有知識 你不能說 我去藍營場子 看到藍營候選 我平衡不平衡快點痠 那你不如不去 說郭伴其實早在前 計程車工會的前一天晚上 已經發財通說 郭台銘七點到現場 也就是說不是突襲的 對 所以我說柯文哲 其實他的幕僚要打屁股 因為你到現場的時候 你就知道郭台銘在場內嘛 然後在場內講話了嘛 你怎麼還讓柯文哲下車在那邊等 這就是我討厭民眾黨的地方 心情好重啊 不是 那你今天在抱怨什麼 對 你那邊抱怨說被穿小鞋什麼 其實沒有 對 對不對 就是討厭民眾黨的地方 就是如果真的是楊毛的話 那你今天就不要抱怨 你就是做一個政治場 讓大家知道郭柯和沒機會 OK 那你今天還抱怨說被穿小鞋什麼 很噁心嘛 不要這樣 苗柏雅天天誣露底銀在大安文山選 天天誣露底銀好不好 選區怎麼是底銀 你不要亂講話 你不要害死苗柏雅 那是他選區哪是底銀 誣露底銀我們選舉要有勇氣握手更加水腿啊 那是他選區怎麼說底銀 我去藍的場子裡面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講真的 首先第一個要確定人家主人是接受我們嘛 說不要自己去碰一鼻子揮嘛 第二個你進去的時候 就算是別人組場 你要有氣勢 你要有知情 你不能說我去藍營場子 看到藍營候選 我平衡沒沒的 給你酸 那你不如不去 我講白了 像以昨天柯這個狀況 因為我後來 這個我們尊敬的這個黃世修兄對不對 他現在非常厲害 我們大家給他一個 月薪四十萬 月薪四十萬 犯尊重一點 黃世修說這句話 我的自由很貴喔 但是還是可以買啦 但是人家沒有承認是四十五萬啦 沒有正面 然後他今天po的一個line嘛 他說郭伴其實早在前 計程車工會的前一天晚上 已經發財通說 郭台銘七點到現場 也就是說是不是突襲的 對 所以我說柯文哲 其實他的幕僚要打屁股啊 因為你到現場的時候 你就知道郭台銘在場內嘛 然後在場內講話了嘛 你怎麼還讓柯文哲下車在那邊等 這是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啊 意思是說掉頭就回家 沒有沒有 他就晚一點到就好 柯文哲可以跟主辦單位說 他準時到 就是等到他講話的時候他準時到 輪到他的時候他下車嘛 第二個柯文哲他在上面講話對不對 郭台銘在下面筆頁 拍照 我們看了其實也覺得 怎麼會這樣子安排 但是你下來之後 其實你見到郭台銘 你應該講一些比較有自信 但友善的話語 好像說 long time no see bye bye 那人家說知道你在講什麼東西 對不對 沒有沒有沒有 跟他握手 然後說這個郭董事長 我們擇日來談 我們很重大的政協理念 萬一郭台銘打折水管上就完了 不會啊 你說的都是政治上面說坐在車上等一等的 你認為柯文哲是不願意坐在車上還是故意走到那邊 擺湊眼給他們看 這個才是問題 我講的柯文哲揚謀 7點7點強蹦對不對 兩個 我就故意7點我還是要到 而且我也不在車上等 我只是要下車 我就是故意要去罰站 我去罰站 我就是給你臭臉 這是陽謀是有設計過的 下來我就不跟你同桌 對 我就不跟你互動人 沒有 這就是我討厭民眾黨的地方 心情好強 不是 那你今天在抱怨什麼 對 你那邊抱怨說被穿小鞋什麼 其實沒有 對不對 這我討厭民眾黨的地方 就是如果真是陽謀的話 那你今天就不要抱怨 你就是做一個政治場 讓大家知道郭柯和沒機會 OK 那你今天還抱怨說被穿小鞋什麼 很噁心嘛 還抱怨一下 不要這樣 好 我跟你講連署 都好 為什麼之前老蕾滾滾的連署 到現在也是冷嘰嘰 昨天那個場子冷嘰嘰 連署也是冷嘰嘰 雖然剛剛上映夫說 表面上不能夠大力幫他連署 私底下還是在運作 但那個氣勢就是不一樣 其實連署現在我還不大敢講 到底會怎麼樣 因為你知道嗎 因為據說國民黨把胡蘿蔔拿出來 棍子也拿出來了 兩手策略 我不相信地方派去奪在戶黨紀 在中南部 那是在戶不分區啊 不分區 我今天還跟上映夫講 現在全中國國民黨唯一在戶黨紀 的是小平蘇 對 沒有其他人在戶 其他人不在乎 因為他現在 他現在這一顆到底要哪去敷呢 還是要拿去做養生蛋 不給他敷了 關鍵時刻 我覺得 這個小季還沒有敷 現在是棍子 拉回來拉回來 我問你一件事情 如果我張榮衛挺郭 挺到最後 這個我女兒變成不分區安全名單 所有國民黨的支持者 跟社會會不會想一件事情 要不分區最安全的方式 就是先造反 先造反嘛 造反之後 會炒的孩子有糖吃 萬聖節咩 而且安全名單 就是說 未來在11月的時候 那現在一直傳 他女兒會在安全名單 你不用考慮 有沒有一直傳 因為棒子跟胡蘿蔔 不分區叫做胡蘿蔔嘛 黨紀叫做棒子嘛 張榮衛又不是國民黨黨員 你拿什麼 他無黨籍的 哪來的黨紀 是只有國民黨拜託張榮衛 張榮衛只有一個軟肋 就是他的女兒 他的女兒要不要繼續從政 所以張立善才會出來唱白臉 那現在這個問題 張榮衛挺郭台銘挺成這個樣子 然後張立善放在國民黨部份區安全名單 張家俊 張家俊 那周點對女兒要不要比照辦理 不是告訴所有的地方派系 你們有什麼小孩嗎 你們有學生嗎 有沒有要放安全名單的 所以這是在安身地方派系 人人都可以用包牌策略囉 不是包牌策略 這叫恐嚇策略 恐嚇有效 所以你回過來看就是說 未來的連署到底會怎麼樣 其實我為什麼說我現在不大敢講 我還是有認識幾個派系的朋友 我不要講名字 我選舉人就知道 像福倫社獅子會 這種地方社團的人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投票行為 他不一定會跟著所謂的派系頭子 就會走 派系頭子 要當一個派系頭子 什麼是他的力量 你要看到的是什麼 村長 里長 代表 要這種人手上才有票 村長 里長 郭台銘看得懂看不懂 我就講一下 郭董我現在的形容叫什麼 錢多人傻 你意思說他是潘娜 凱子 做孩子的人 有凱子不削 對不起做雙兄弟的專業 你這樣聽懂沒有 聽懂了沒有 那郭董的連署最後會怎麼樣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看過宋楚瑜1999年的連署 那才叫實力 為什麼 出來的是誰在幫他連署你知道嗎 一個正是政長 代表會主席 議員 甚至有縣長 你不要這樣張榮衛也有幫忙 張榮衛也有連署 非常豐厚的連署經驗 他那時候也是挺宋楚瑜 農會系統 然後 彭董 顏青彭 彭董 你也是宋家軍 彭董現在收起來了 你說的 那不是我講的 所以 為什麼說 錢多人傻 所以郭董的未來會怎麼樣 我現在還不大敢講 好 好 我現在是